我們現在已經把油冷排裝到比它的上面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我們用的是 原本喇叭的鎖點 那我們有再延伸一個支架給喇叭做固定 好那它有一個鎖點是固定在水箱架上面 好那固定油冷排的鎖點我們是只有抓兩個 那大家會不會擔心說兩個鎖點強度不夠 是不用擔心它非常的穩固 好那油管跑的位置我們都有特別去做一個閃避 不會讓它痛觸到原本的車架或是防撞樑 好都從這邊 那選擇最短的路徑進到油龜裡面 這樣子可以減少機油壓力的損失 好那這個位置剛好是保桿裝上去之後 它會剛好是在你的撞風的那個孔的上面 所以它的撞風效果是很好的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把保桿裝上去然後再做一個拍攝 好我們現在把車撐上去我們來看一下它鎖 的位置 好我們油管出來之後就是鎖在這邊 那這邊有預留兩個 Sensor的插頭你可以鎖油溫跟油壓 好這個我有預留那我自己是只有鎖油溫啦 目前這是下面的組裝方式大概管路是這樣子跑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保桿安裝上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相對位置 新款比它為基準的話它的位置會剛好是在撞風孔的位置 好讓你得到最佳的撞風面積 那如果說 不會像是其他固定的方式 或許它固定在一些你撞不到風的位置 假設是這裡 好那我們這個都有特別做一個規劃 讓它可以在最佳的撞風位置 我是阿翔 好那之前有拍過油冷的影片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重點沒有講到 所以說我們今天我再做一個重新的介紹 好那我們一樣先從一般通用型的開始做介紹 大家看一下 來 這是屬於通用型的 那通用型的部分呢 它唯一比較麻煩的就是說 它沒有固定的支架 它的支架必須要你要自己去做一個設計 好那每台車設計的支架都會不一樣 那支架完整度 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牙 好它這種牙是屬於一般的四分牙 那你在 鎖附的時候一定要用一些防肉的東西 不然它蠻容易造成一些肉油的狀況 好那大家看一下它的油管 油管是使用這種 布包覆的 這應該是布料 那裡面是橡膠 好那 差別 這個接頭的差別最多 大家常常會去說 為什麼這種油冷都容易漏油 主要是因為它接頭設計的關係 它是兩個螺絲 對鎖 那中間的那個油管是直接插進去的 它只是靠螺絲固定而已 所以久了難免都會有 剩一些油氣出來 那這些的缺點我們在 VITAL設計以後我們全部把這些 東西做一個優化的升級 阿喵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VITAL的 首先先看一下 這是它的 油冷排 我可以看到它 主要把體積縮小了 好讓大家可以在安裝的時候 比較 好去做安裝 長度 縮小了 厚度也減少了 好讓大家在保桿前端有限的位置做安裝比較不會侷限到說像 一般款的他就是太大了其實有時候不好去做安裝 好那 大家覺得它很小 沒有錯但是它的 密度是相對的比較高的 好可以看一下它的密度 好那再來看它跑油的油路 好也比較粗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是 比較一下 其實他們在細節上是不相同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 他 我們VITAL設計的 油冷他的重量 跟 這片 其實是一樣重 所以他用的鋁料的 密度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我們是做專用的支架鎖點 好這是支架鎖點 每款車我們都會幫 客人燒焊好他的 專用鎖點 那再配上我們做的 專用支架 像目前這一塊是Sweep 跟Sweep Sport 可以共用的 好那我們會做好支架 好那我們只要鎖好 掉到車上 好那這邊有預留兩個 鎖孔的螺絲鎖上去 這邊 兩個 好那安裝 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的固定方式相對的很簡單 我們會做好 專用的鎖孔跟支架 好那安裝到車上只要簡單兩顆螺絲鎖 就完成了 好我們看完Sweep Sport的安裝的支架 來看一下Vitarra的支架 Vitarra的支架是長這個樣子 好一樣是鎖兩個螺絲 那他會有 專門的鎖孔 這是我們的固定鎖孔 那這個洞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原本喇叭的孔位用掉 所以我們再延伸一個喇叭的孔位給他 所以喇叭可以移到旁邊去 好這個我們都有經過設計 好那就是Vitarra的支架 那這是 Sweep Sport跟Sweep 1.0的支架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都是做專用型的 不用在那邊使用洞洞鐵去那邊做 就是 做一個固定 那其實長久下來那個 都會有一些多餘的 數壞 那這個的耐用度比較高 你看我們做的這麼厚 做的 真的是非常厚 好OK 好那再來介紹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油管 好這是我們的油管 我們油管是用金屬油管 我們不是用他這種 這種油管 我們是用金屬的 那再來街頭的部分 我們是使用類似像煞車油管的那種設計 煞車油管他的抗壓力很高 不然他早就漏油了 所以我們使用跟金屬煞車油管相同的設計結構 所以這個的密合度跟他 的抗 壓力 是比較大的 所以不用擔心說久了會漏油 這個我們已經有做過改良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長度也是依照你車子 去做搭配 你的車子 的空間有多少 長度有多少我們會配剛好 不會造成 過長的油管 然後造成一些 機油壓力的喪失 讓他的 最最短的路徑可以 達到我們的 散熱效果 不用說管子很長 油要跑很久 才會到散熱盤 好那 我們比較 設計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油餅 之前的油餅比較長 好那我們加工之後把它縮短了 縮短之後有幾個重點就是我們是做有 溫控的 好 這邊有三個是溫控的機構 這邊 這是溫控的機構 一個是油溫控制的 好一個是頂筒 一個是彈簧 那我們的油溫控制的 開啟是70度開始開到83度他會全開 好這樣子比較不會說我今天如果是 溫度比較低像是冬天的話 假設我沒有用溫控的 我的油會 一直大循環 那他的溫度上去就會比較慢 你的機油會比較晚達到 理想的工作溫度 好所以我們有特別設計一個 機油控制的 設計 那當然你今天如果你的車改得很大 你的溫度本身就很高 你不需要這個機構也沒關係 你只要把它拆除之後 這個螺絲鎖上去 好那他就是變成一般大循環的油餅 他會一直大循環 好這樣子就 還原了 就不需要溫控了 好那 再來是我們的 這個是跟 原廠油底殼跟機油芯對鎖的一個機構 一般他們都是使用對鎖型的 就是他一顆 羅帽鎖上去 再鎖油芯 好那我覺得這種設計 常常會造成油芯的鬆脫 所以我們直接設計成一體式的 就是整支取代掉了 也不用在那邊做轉接的 就直接一支 這樣 放過去 鎖起來 這樣就好了 就是我們 比較特別的設計啊 一般都是用 轉接的 那我們不想要用轉接 我們直接做專用 好那其他一些小配件就是 我們有做密封的電圈 這個電圈的特別是他外面是銅的 裡面他會有一層 耐油的橡膠 防止你的 油餅有肉油的問題 那這個怎麼做使用 就是這樣 來放在上面 然後 然後我們的 出油孔 再鎖上去 做一個紫露的動作 不用再去纏那個紫屑袋啦 紫屑袋就是 鐵布西路啦 那種白色的布 那個就太LOW了 我們現在用的都是直接 用這個東西 你就不需要再去纏那個 鐵布西路 但是你要纏也可以 這是再多一層 防露的 設計 好那再來就是 我們這是四孔設計的 一二三四 為什麼會再多兩孔 這兩孔是要給大家鎖 Sensor 這樣子 你如果要鎖 感知器 油壓感知器 油溫感知器 都可以鎖在這邊 好啊如果今天你不想鎖 感知器沒關係 你把它配的 孔篩的螺絲鎖上去就好了 好這樣子就不需要有感知器 這邊有一顆鎖好的 那直接鎖上去就好了 這個螺絲是可以做拆換的 一直掉 這樣鎖上去就好了 好那看你有沒有要鎖感知器 如果沒有要鎖就是把它塞起來 好那大致上啊 那我們設計的部分 目前 可以用的車款是 Swift Sport Swift 1.0 還有 Vitara 目前只有這三款車可以做 那個 油冷的升級 好那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的出油孔 做的 故意做的 比較小 可以看一下跟 做比較 為什麼我們要做比較小 我們要 因為現在的車的機油量 其實 沒有很多 好那他的機油的壓力或許 真的也沒那麼大 如果你把孔做得太大有可能會造成機油壓力 比較低 所以我們為了讓他有一個 良好的機油壓力 我們把他的出油孔做一個 縮小的動作 好那其實我們測試好之後大概平均那 你大概可以降10到15度的油溫 好那在你的機油跟對引擎的保護是會比較好 那車子開起來也會比較順暢一點 因為畢竟台灣長時間都是處於比較高溫炎熱的氣候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升級起來 對車子的幫助其實是蠻大的 好那有需要的朋友一樣是可以跟我們做訂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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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